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站在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修行 科学界早已皆是 宇宙间万物的本质是能量 宇宙中的一切都靠能量的转换和运作 无论是物质还是心灵 我们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智能方程 就说明物质的本质是能量 物质可以转化成能量 就是物质消失了 但是变成了能量 我们都知道核裂变 原子弹爆炸 这都是物质消失了 变成了能量 很少的东西一点点 它就可以把整个城市摧毁 能量很大 那我们心灵也是这样 只要你起心动念 都有能量的转换 每个人处在不同的能量场 生物有生物场 不同的众生才处在不同的生命能量场中 所以六道轮回和六道 它只是根据这个能量的级别来分的 物以内计 对于一个人而言 他的能量的状态 起伏跟心境有直接的相关 科学研究发现 能够显著的影响和决定 一个人的灵性能量状态的因素 不是其文化程度 学历 阅历 权力 财富 地位等世俗的尺度 跟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相反 以上这些因素 会明显地受人的 灵性能量的状态所制约 决定一个人 灵性能量层次的关键因素 是这个人的社会动机和心灵的境界 一个人的灵性能量状态的 跃升 飞跃 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通过整理无数的数据 这是个西方的科学家 就是霍金士 这个科学家发现 诚实 同情和理解 但正面的精神状态 能增强一个人的意志力 和身体的力量 能提高你的免疫力 反正要想不被瘟疫传染 也得具备这种正能量 那么你的免疫力就提升了 能改变身体中微观粒子的物理 震动频率 进而能够改善身心健康的状况 和整个生命的过程 科学实验结果表明 由于每个人的能量的成绩 都是由这个人的信念 动机 行为准则 和心灵境界决定的 而一个人的能量成绩呢 又决定了这个人的一生的一切 他干什么工作呀 跟什么人在一起呀 生活呀 交什么样的朋友啊 愿意去做什么事啊 一切的一切 都跟这个人的能量的基比 有关系 所以我们每个人呢 最终将会为我们自己的 每一个念头 语言或者行为负责 并将重新体验那些 我们使别人遭受过的痛苦 这是讲应骨 就是我们使别人遭受的痛苦 我们自己要重新体验 这个痛苦我们一定要承受 大量的数据统计显示 一般情况下 一个人的能量场呢 中期一生 不会发生多少变化 如果不是重大事件的促成 如果不是有高人 或者大师的引导 绝大多数的人的 这个灵性的能量状态呢 在这一生当中 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通过社会的教育啊 父母的教育啊 也有些人会有所提升 但也是提升的 也是几分啊 就是能够提升的那个 实际二十分就算是不错的了 但是还有很多人会下降 坏人再快 被这恶劣的环境影响 然后到了老年 中年以后 他那个能量级别下降很多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下降的一个状态 大多数的能量级别在往下降 提升的能少 下降的能够 一个人从200以下 越深到200以上是一个巨大的能量状态的跳跃 这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研究表明 能量状态达到250 是一个人过上有意义 顺意生活的开端 首先做一个250 因为这是一个人出现自信的能量状态 就是这个人开始有自信 就是愿意去向上 过一个有信仰的生活 基本上都能够达到250 当然这个信仰是能够去落实的 这里说跨越500 是一个巨大的能量飞跃 对于超过500的这一层级的人 物质财富和世俗的需求 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这个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有真实处理性的人 这个处理性达到80分的人 我想就可以达到这个级别 就是500 处理性坚固就可以了 不是那种摇摆不定的处理性 十有十五的处理性 那个都不行 有些人还不够的 有些人现在有 你出去可能经受一些考验和诱惑以后 你的处理性就忘掉了 这个都不行 所以你的能量级别还是不够的 达不到500了 但是你在这个集体的环境下 你会受到大家的影响 你现在可能是500 离开这个地 你到别的地方就混上几个月 又降到300 200了 这完全是有可能的 但是普通人 因为他就在那种世俗的环境下 他一生都是两三百的人 跟他在一块 他基本上没有变化 互相影响 好一点的人 有些人低于200的人 然后你跟他一接受 那么你自己也变得低于200了 现在这个世界上 低于200的人很多 钱是负能量 钱是负面的情绪 正面的那种情绪 那种乐观的 向上的 带着善念的这种能量的 至少都是250以上 普通人现在都是 心里面充满的怨恨 抱怨 然后呢就是 称恨 嫉妒 自私 就是这样的负面的能量 200以下的 很多很多 全世界到处都是这样的人 很恐怖 这正是那些真正的修行者 心灵的导师 大德宗师 和极少数伟大的艺术家 这是佛菩萨的化身 为何不追逐 也不贪图物质力的原因所在 他们不光不贪图物质力 也不追逐名 名誉 真正的科学家 我也经过 他们不好名不好理 连名都不要 他们就想追求真理 也有这样的艺术家 少数的 历史上有 都不多 一个时代都找不到几个这样的人 在一个高级的精神状态中 也就是在一个能量状态很高的 灵性状态中 一瞬间就可以彻底 颠覆一个人 一生所坚持的生命价值取向 世界观 人生观和人生目标 所以呢 这种跳跃 可以使一个人 从此脱胎换骨 重获新生 很多人学到了正法以后 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重获新生 发喜充满 根基好的人 他就很稳定 在稳定当中 快速的还可以提升 有些人就不稳定 这还要看根基 这种改变 不仅能够改变一个人自己的生命 而且他的能量场 也能改变他人 甚至影响世界 肯定是互相影响的 比如说 为什么要生团在一块呢 大家互相影响 互相提升 因为大家都是正的 互相的 往好的方向去影响 有些人稍微差一点 或者某些方面低一点能量 但是呢 他也可以得到大家的帮助 影响 就提升上来了 至少体验过这种状态 然后他即使回到世俗当中去 他又降下去了以后 他还是会知道 那个状态是好的 高级的状态呢 他这个心灵是开放的 没有什么特别执着的那种知见 还有那种强大的夜袭 这不多 能量的级别高的人 当然了 还有看他的修行 有些人你达到这个级别了以后 你因为修持的不够 还是容易降 有些人升降很快 那是因为你很不稳定 要去巩固 你原来的那个好的状态 在巩固的状态下 再往上升 就像金字塔一样的 下面越宽越厚 那么就越好 往上就越稳 如果下面就像 道金字塔一样 那不行 那么下面太细了 往上升 是升得很快 有些人 但是跌得也很快 因为基础不稳 这个能量级别 是会变化的 所以说可以改变它 甚至可以影响世界 随着地球进入新的时代 更多的人将迈向高能态 地球的整体能量 也要提升到一定的更高的水平 就是这一次 它们叫大的生养 这需要更多人参与到 这个全球觉醒的活动中来 更多的人需要迈向觉醒 更多的人需要充满的 慈悲和喜悦 这里说 少数的人的灵性的能量 可以抵消绝大多数人的负能量 他这里说抵消 是不是准确 这因为他的这个能量 常可以加持到那些负能量的人 使那些人不至于一直往下降 还是可以让他保持 或者有所提升 因为如果没有这种 极高能量的常的人 加持这个整个地球的生命 有些人就会降得特别快 所以说这个不叫底效 他说是一种加持更准确 因为他那个常人是在那里 他像正能量一样 那个负能量就会被他加持到 使他不至于降下去 甚至也有所提升 那么如果去向他学习 向他亲近 那么你的能量就会提升 所以大家都是互相去影响 自己有缘的人 提升他们的这个能量态 在人类社会少数高能级的人的能量 等同于大量低能级的能量的总和 所以说这个不是一般的比较 我们这里有个数据 可以参考 这个数据只是一个参考 我念一下 所以一个能级在300的人 相当于9万个能级低于200的人 代表你是180的 9万个这样的人加起来 你的能量级别 跟一个300的人是相当的 一个能量级别在400的人 相当于40万个能量级别低于200的人 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应该说 这400的人就可以影响到40万的人 40万的人在他的影响下 都可以不至于往下跺 他就有这样的能量 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 可以加持到40万人 一个能量级别500的人 相当于75万个能量级别低于200的人 就是你的能量 如果能够真正达到500来 你的影响力 你的心量就可以有这么大 波及到这么多人 在你的这个灵性的那个范畴里 可以影响到他们 一个能量级600的人 相当于 1000万个能量级别低于200的人 1000万 你可以影响1000万的人 一个能级在700的人 相当于 7000万个能量级别低于200的人 就这个世界上 能量达到700的人 已经非常少了 非常少 更加神奇的是 只要地球上有一个灵性能量状态 达到1000的标度值的生命 他的正能量就注意 消融前人类所有的负能量的人 全部的负能量 他可以加持到地球上所有的人 这种的只有佛陀 耶稣 宗教的领袖 这样的人可以做得到 他的心里就是包含了 不光是人类 包括这个地球上 所有的生命 都受到他的加持 这个菩提心修得好 并且他这个菩提心 不光是发一发的 他的菩提心已经修成就了 布施 波罗密 安忍波罗密 包括智慧 都达到这个级别 那么他的这个能量 是扩展的 可以把这些负能量的人 拖住 整个地球上的生命 他都可以拖住他们 让他们不至于往下躲 少数的被魔加持了的也有 他是躲下去了 躲到地狱里去了 躲到恶鬼道去了 这就是下降的 能量降到一定的时候 能量最低的肯定是地狱道了 他们能量级最低 他这里说如果有12个能级 达到700的人 就相当于一个 像这个达到1000级别的人 只有佛菩萨 耶稣老子这样的人 可以达到 就是世界级的那种 宗教的那种大祖师 他们可以达到1000 就是完美了 但是我们普通的这种祖师大值 可能也能达到七八百了 八九百 就是可以做得到的 奇妙的是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 在每一个相续的时代 地球上都有等同一个 就是1000的级别的 高灵性能量 城市的大师的存在 都会有 意思说佛菩萨一直都存在 那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 也会出现 拖不住了 现在这个时代 就能口太多 然后呢 负能量太大 就是大家都往下躲 如果整个地球的 这个能量级别 平均水平低于200 马上就会出现大灾难 通过这种灾难 人类也看到无常 升起这种恐惧性 才会去学佛 其实大多数人 最初学佛都是因为恐惧 怕死怕苦 谁不怕 怕死亡 才怕痛苦 对死亡和痛苦的恐惧 才会来学佛 这是绝大多数人 最初学佛的动机 没有例外 都一样 但是根据好一点的人 他慢慢地 他就懂了因果以后 他就不是因为恐惧了 他可能是 向往这种更高层次的 心灵的解脱 自在 他已经尝到了甜头了 知道修行是 越来越自由 心灵的苦 越来越少 那么他就会主动地 要求自己上进 去克服自己的负面 的这种心态 我们就说换一个说法 大家可能更容易接受 就是你的这个 起心动念 如果是负面的 你产生的就是负能量 然后你的负能量 会影响别人 污染别人 把别人还拖下去 拖累师傅 拖累道友 是不是这样 你肯定是这样的 师父要拉拔你 不管多少力量 都是要消耗的 就要拉拔你 他还要去跟你讲开始 降低这个能量 来提拔你 不降低你受不到 因为佛菩萨的能量 级别太高了 你根本受不到 代表他那个 七百以上的 这个能量态 你在个两三百的人 你根本就受不到 根本就感受不到 那种加持 级别太高了 你根本就 收都收不到 你收不到 我们能收到 就是佛菩萨能够 降低这种能量 讲那些法 让你能收到的 提升你 所以祖师大德 不是什么 落草为寇 意思就是 祖师大德 只能委屈自己 来到这个 无作恶事 当然了 佛菩萨他内在的 他这种级别在那里 还是不会降的 在外面显现上 还是讲你能够 收到的东西 也许这是宇宙 更高层面的一个安排 以维持地球的 整体能量的平衡 这样极少数 高能级的人 抵消了绝大多数 低能级的负能量 保持这个平衡 使得前人类的 整体能量 成绩的不至于 低到以至于 走向灾难 甚至消亡 就是我刚才说的 加持你 不让你往下躲了 如果大多数人 都一直往下躲 就是大灾难 或者是有 大量的人口的 减少 就是没办法了 所以说当人类的 这个修行能减少了 大多数人的 就是像那个 坐上了一个 堕落的火车一样的 往下躲 那就是 马上这个灾难就要来了 每次都是这样 科学家发现 在任何一个组织里面 这个规律也是完全实用的 少数高层次的人 的灵性能量 可以抵消 绝大多数人的 灵性的负能量 整个组织的 整体能量水平 取决于前体 组织成员的 平均灵性能量的水平 特别有一个企业 这个企业的 这个董事长 如果他的能量很高 即使他的 这些员工差一点 都不会太差 他会提升他们 他会 开会 通过这种教育 会拉住他们 让他们不至于太低 如果这个董事长 懂得管理和教育 把他的这个高层的 这些领导 还有中层的干部 如果对他们 多一些教育和提升 那么这个企业 肯定会良性循环 对吧 那么他的员工 再教育一下 那就更好了 那这个企业就非常好 所以说这个企业 有些时候 如果这个董事长 自己是一个 很容易受别的影响的人 他不然你用错一个人 他不然用错了 自己的秘书 或者总经理 或者是一个部门经理 就是比较重要的 一个位置的人 用错了人 你看可能就会 出大问题 这个企业就会出大事 因为你自己不稳定 自己的正能量不坚定 就是很容易被外面 也因为普通的反护 他即使是企业领导 他也是会受到 其他人的影响 不像我们这个 坚定的佛教徒 或者又坚定的信仰的人 至少受了五戒 受到好的人 他一般就不会受这些 负能量的影响 所以说世间的人 他是没有信念的人 是非常容易 被别人影响到的 一个有信仰 有信念的人 他就不容易被影响到 负面的人影响 因此在一个组织中 高灵性层次的人越多 组织本身的能量级别 也就越高 组织成功的秘密 法则是 一个组织成功的程度 起缺于组织的整体能量级别水平 有利于人类自我提升的最伟大的秘密 这个秘密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存在的一切 都有一定的能量的水平 这里说 包括书籍 食物 水 衣服 人 动物 建筑 汽车 电影 运动 音乐等 统统都有一个确定的能量级 当然了 这个不是说死的 因为你看了书 那么每个人读书 吸收的能量是不一样的 像我们看电影 看电影 你不同的人会得到不同的提升 有些人还会下降 看完电影 你的能量是不是提升呢 我们看灾难片 也是为了 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 我们要发菩提心 这也是可以提升你的能量的 有些人看到灾难片 那是娱乐 这能量没有提升 好玩 甚至幸灾乐祸 就是刺激 这个就没有提升 那呢 这个有慈悲心的人 看到这个呢 就就是 神奇大悲心来 愿意去 发大心 去立即众生 去千里以赴地 帮助这些 往下堕落的人 我们可以使灾难减轻一点 所有的灾难 都是因为人类自身的堕落造成的 这是肯定 包括这里说食物 食物也有 有些能量低的食物 就是会有毒性 所以我们尽量地都要吃素 也是这样 素食肯定比肉食的能量要高 那级别 还有这个动物 你跟什么样的动物在一块 你跟那些凶残的动物在一块 你也会变得凶残起来 有些人看到一个很可爱的猫啊狗啊 变得心情就好一些 它就那种烦恼就减少了 也有可能 因为动物 有一些很善良的动物也有 还有建筑 建筑可能它有一些标志 有一些信号 可以改变你的能量 是可以的 当然它有像嘛 因为所有的建筑都有形象 它那个形象会刺激到你的 心灵层次里面的某些东西 包括这里说音乐 我们用音乐也是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 都能够改变能的 绝大多数的流行音乐的能量级别 都在200以下 所以流行音乐都不能停 一般都是降低你的能量 无怪乎很多人都表现出 低灵性能级的行为 听完音乐以后 情欲爆发 本来它就很哀怨 听完以后它就更悲哀了 心灵就感到更低落了 流行的文化 大多数是低灵性能级的 这是指现代了 这就说明我们这个整个现代社会 是往下降的 因为现在流行的这种 大家都爱听这样的音 这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社会 是不正常的 正常的社会 大家看的书啊 电影啊 包括一些社会活动啊 都是正能量的 大家都乐于去看那些低俗的 那种发泄情绪的那种 音乐啊 或者是影视作品啊 这都说明人类 很多人真的已经低于200了 今天大多数的电影 都把观众的能量级别 降到200以下的水平 现在的电影就是这样 这个电影都是负能量的多 所以大多数人 根本没有去接触高人 或者经典作品 包括古代的那些好的著作 音乐 绘画 宗教 是因为他们的能量水平 和高人或者经典的能量水平 根本不相应 所以说我刚才说说不到 他愿意去跟那些同类的 就是水平差不多的 这种能量级相应 众生都差不多 只有少数人 愿意去主动地提升自己 大多数人都是愿意 在这个舒适地带 所谓的舒适地带 就是说 周围的能量级别跟我一样 就舒适了 差不多 不向上下 他就喜欢这样的 所以说人和人都是这样 什么样的人 跟什么样的人交朋友 夫妻也是这样 刚开始结婚的时候 能量级别 处在差不多的水平 后来结婚五年以后 十年以后 可能这个夫妻上方 有一方没变 有一方就变了 提升了 那两个人就可能快要离婚了 差别太大了 不在一个频道上 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你怎么能生活 不给你过来 就走了 没办法 自然到一定的时候就会 离婚是正常的 如果两个人一块出家 一块修行 那当然更好了 两个人都提升了 都向往的更高的精神境界 一起去修行 这是最好的 都不单做于世间的这种 五欲 世间人都非常的低劣 他们就执着眼前的这一点清醒 还有生存 活着 奇怪的 本能 就是只管自己的 眼前的几个人 对其他人没有慈悲心 没有同情心 也就是说 他们无法以高人 或者经典保持共振 所以就理所当然的 不会去遇见高人 或者读经典 不愿意学习那个 这些很好的书 或正法 在这个世界上 能量高于500的书籍 音乐 电影 艺术作品 文章 建筑人 或者事物籍 寥寥无几 特别少 高于500的都非常少 如果你有幸能够遇到 那是你巨大的福气和缘分 你遇到你还能收得到来 你还是愿意去相应 那不是谁都可以 遇到了他也不认识 没用的 这个秘密很值得深思 不只是人类 就连物体 就是普通的生物 和整个社会 都会被纳入到 这个灵性能量层次中去 就是不只是人类 就是所有的地球上的生命 包括微细的生命 微小的生命 就像一个人做实验 在水里面 给那个水 发出正能量的 这个信息情感 那么这个水的结晶就很美好 诅咒它 然后这个水就变得很薄 这都说明这个微生物 还有看不见的这些灵界 鬼神界 都是一体的 就是说鬼神道的众生 对我们也有影响的 我们也会影响他们 他们也会影响我们 是不是 有些人就比较容易 接通鬼神道的众生 容易跟他们相应 我们这个是一体的 特别是鬼神道的众生 跟我们的互相的影响 还是比较多的 天界的天中八部 对我们也有影响 但是影响不大 因为我们受不到 很多人看不见 小孩子可以看到天界的人 但是大多数的成年人 都看不到了 就受不到 有些能量很低的人 就看到鬼了 但是也不一定 鬼也有高能量的 这个鬼神道 正能量的 护法神道 能量级别很高的神也有 能量状态的高低的 是相对而远的 如果你的理智层次 如果你在这个 比较理性的层次里面 就是保持一个 正能量的这种状态 看电视新闻 这些内容 主要都是一些 恐惧的 欲望的层次 会暂时降低 你的灵性层次 暂时降低 如果你处在 罪恶的状态 电视新闻 可以提升 你的灵性能力 罪恶的状态 就是说你 可能看一个片子 或者看一些新闻 还能提升你 所以我们现在 不妨想一想 目前你的生活 受到的最大的影响 你贴近的人 事物 哪些提升 你的灵性的能态 哪些是降低了 你的灵性能态 我们必须主动地 把自己 同那些能够帮助 我们完成 下一次飞跃的资源 拉近一些 让那些正能量的资源 带高我们自身的频率 作为人生命中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在你的生命中 你会看到 有些部分 会处在不同的层次上 比如说这个能量 它不是指一个方面 它是多方面综合起来的 你的慈悲的能量 智慧的能量 还有这个勇气的能量 还有你的善良的能量 看你在哪个级别上 但你应该能够确认自己 当下的整体层次 或者平均层次 大概处在哪个范围 比如你可能整体上 处在一个勇气的层次 勇气的层次 就是敢作敢为的 但是呢 还是掺杂了各种欲望的层次 本人都是掺和 如果你的某一方面的欲望 多就会拉扯你 影响你的提升 是不是 你某一方面的负能量比较大 你要特别的注意去 修持这一方面 不要让它拉扯你 是你整体的水平上不去 我们多方面的 这个能量层次 自身的较低层次 会拖累其余的部分 同时呢 你也会发现自身 某些方面处于较高的层次 某些方面 你也许处在接纳的层次 就是愿意去 接受这个正能量的 读到了一本理性 智慧层次的书 并感到鼓舞 虚心看看这些境界 看看它是否能 引出你更深的洞察力 那也许能够帮助你 完成生命中的下一次飞跃 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最基本的一个能量态 就是一个勇气的这个能量态 还有一个是接纳的 你有勇气去接纳这个正能量的东西 很多人是屏蔽的 你跟他讲他拒绝 因为他有自己的一种强烈的观念 和执着知识的心态 他不接纳 拒绝接纳 首先你要有接纳 你不接纳 你就永远没有提升 有些非常自以为是 屏蔽 完全屏蔽这些 他不想接受的这种 好的东西 他不想接受他的屏蔽 这是一种非常 糟糕的一种心态 就是这种人不容易改变 但是他也不容易降下去 他就处在一个比较250的 或者200的那个水平 那是很稳定的 这种人就是非常固执的人 肢间特别重的人 他不容易改变 他既不容易降 也不容易升 这种人很可怜 几乎没有办法飞跃了 有些修行人也是这样 在修行之前 他就是非常糟糕 降得很快 因为他什么都接纳 但是他遇到了正法 他升得也很快 急速提升 这种接纳的心态 容易改变 有勇气 胆子大 然后也愿意接纳 新生的事物 但是这样的人 也容易造业 有很多修行人 在修行之前 也造很多的业 非常糟糕 比普通人还要糟糕 这样的人也有的 但是他遇到了正法之后 他一下就提升上来 快速地改变 这样的人也很多 只要是你自己选择的 没有哪种心灵境界 会有对错之分 还有什么绝对的对错 只是能量高低的区分 他这里说 能量有高低的区分 很努力 不要让你的自我 被钉上某个境界的标签 就是不要把自己固化在 有这样 我刚才不要自以为是 有些修行人就是这样 执着自以为是 喜欢十善业 喜欢冷天道 你跟他讲解脱道 他就不听 屏蔽掉 有些解脱道的人也是这样 你跟他讲菩萨道 他就屏蔽掉 不听 拒绝 有这样的人 也不少 这个是相对的 我们是要接纳 但是又要懂得去稳固原来的好的状态 有些人 接纳得太快也不行 他就是特别的不稳定也不行 相对稳定就可以了 要稳不稳稳地往上走 有些人刚刚接触解脱道觉得挺好 明天看了菩萨道就不想修解脱道了 就觉得解脱道不如菩萨道 后天又看了明信见信 这个更好了 这个前面的都不要了 变得太快了 前面都还没有 只是了解了一下 就以为自己可以往上走了 其实你都没修 你只是了解了一下 或者是知识层面上的解悟了 并不等于你修到了 很多人就认为自己可以往上修了 可以往上走 往更高能态上去提升 但是你就像一根线往上爬 线断了你就掉下悬崖了 这个是不稳固的 我们这个修行一定像金字塔一样的 下面是稳固 坚固了以后才能往上升 你不能像一根线一样的建一个建筑 下面非常细 往上就这样垒 垒的垒的就倒了 对不对 你就像垒一个东西 上下一样粗的 不是很容易倒吗 如果你把下面搭得很宽 一点一点的往上走 那就绝对不会倒了 对修行还是要基础 达得越扎实越厚实 那么才能真正的往上 这个才是坚固 但是我们要不能够一直停留在那个水平上 要保持一个接纳的心态 这个时候就需要善知识的引导 你什么时候该提升了 不要自以为是 这个很关键 不要自以为是 你不要觉得自己 我可以上去了 你是自以为是 你得经过考验 经过师父的认证 还有道友之间的一种 互相的印证 你觉得它确实可以提升 当然有些时候 我们可以提升一部分 然后还回来补补 就是这样的话 循环的 修行不是一个 简单的一个 往前走的一个过程 它是循环往复的 是这个螺旋式的往上升的 它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个是个比喻了 就是我们往上升 修行它又很复杂的 就像搞一个建筑一样 先要把框架建起来 然后再从第一层开始装修 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升级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 装修了还有 跟精细的装修 这都是一个比喻 跟实际的修行 还不是完全一样 当你偶尔体验到 更高的境界后 你会知道 自己下一步 该往哪里走 每一步都需要 不同的解决方案 我们现在知道 解脱到了 每一步都需要 不同的解决方案 但如果你没有能事先掌握基础的部分 就无法冲上更高的境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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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